妈妈买的手工玩具 DK和买的手工玩具 哪个最好玩 妈妈买的梦幻制造师 你做的那些手工 都是中看不中用 还不如DIY一点香皂 既锻炼动手能力 还没使用 材料全部搭配好了 硅胶模具的形状也很丰富 照着小册子做就行 我知道你喜欢可爱的玩意 我想要一款不灵不灵的香皂 你做得出吗 小看你妈了吧 把你平时瞒着我偷偷买的金箔闪片 小点进去 小心闪瞎你那小眼镜 篮子梦幻色 有美到你心巴上吗 那我还想要一块云朵香皂 你要天上月亮 我办不到 但是云朵香皂我满足你 把你公仔玩具先借我 车点里面棉花加进去 这不就是仙气飘飘的云朵皂了吗 最后把这些小皂皂扣出来 你妈我这记忆不简单年呀 成品相当梦幻 可以做为生日礼物 送你的同学 让他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我怕同学爱嫂子 他也不跟我玩了 我买的自由树枝 妈妈肯定都没见过 不可能 我织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 像潮高形小冰块一样 还带点弹力 一个透明的塑料条 这能做什么手工 扔进热水中 这能瞬间变软 随意揉捏 还能拉丝嫩 好玩又神奇 不就是水晶土吗 这可是当年你妈我玩剩下的 这可比水晶土高级一百倍 水晶土预热才变透明 自由树枝 任何时候都很通透 还能上色 你妈妈我属兔 所以你要捏个兔子送我吗 妈妈这不是兔子 是玉贵狗 而且也不是送你搭 最后上一层透明甲油会更亮 而且我发现 它还能加入亮片 做出的挂件更高级 不想要了 回炉重造 又可以继续玩 喜欢我做的手工扣666 喜欢我妈妈做的手工扣原始